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温柔的死亡方式 眼前的女人被人残忍杀害塞进了马肚子里 接到消息的杰克利马带人封锁了案发现场 经过检测后法医发现 死者的皮下组织存在大量的鱼板 这说明死者是先被勒死后被放进的马肚里 尸体上的特征证明女人在死前曾反抗过 汉尼巴认为凶手把死者塞进马的子宫里 应该是想让她借这个机会重获一场新生 至少从案发现场来看凶手是这样想的 对她来说给予和夺走生命都是一样的 很明显汉尼巴是在暗示杰克让威尔也参与进来 看来汉尼巴已经找到了改造威尔的方式 画面一转 杰克将尸体带回了法医实验室 经过调查法医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死者名叫沙拉市农场的一名饲养员 上周刚被当地警方列为失踪人口 除此之外 法医也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就在这时 法医在死者身上居然感受到了心跳 听闻此话的杰克 立马将手放在了死者的胸口上 随后法医利用切割机 打开了死者的胸腔 正当众人仔细观察时 一只乌鸦镜从里面飞了出来 看到这极其诡异的影 就连杰克也感到头皮一阵发麻 随后杰克立马找到威尔 让他利用测血能力对案发现场进行重构 只见威尔来到马厩中 先是给眼前的这匹马打了一针 再把失去意识的女人抱来放在地上 随后拿出一把小刀划开了马的肚子 将女人的尸体放了进去 最后再把伤口缝合上 清醒过来的威尔告诉杰克 根据威尔提供的线索 杰克找到曾在马厂工作过的彼得 但彼得的神情却透露着一丝奇怪 他似乎并不惊讶杰克等人的到来 经过简单的询问后 杰克得知彼得曾是农场的一名员工 在一次工作中不慎被马踢中过脑袋 所以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 不能同时看到和触摸同一件东西 所有的步骤都必须分开进行 所以当杰克将死者的照片交给彼得时 彼得转头看向一旁 随后小心翼翼地接过照片 看了一眼后就赶紧还给了杰克 从屋子里出来后两人都知道 即便彼得不是凶手 他也肯定知道些什么 与此同时 法医在对尸体进行深度检测时 意外在女人的喉咙里发现了一块土壤 通过对土壤的检测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凶手埋葬尸体的地方 但令所有人感到恐惧的是 他们在这里又发现了15具尸体 加上之前在马肚子里发现的那一具 凶手居然残忍杀害了16名无辜少女 威尔认为破案的关键点就在彼得身上 随后威尔再次来到彼得家中 经过威尔的询问 彼得也不再隐瞒说出了事情 彼得的一番话让威尔感同身受 因此威尔决定帮助这个可怜的男人 很快警方就根据彼得的医患记录 锁定了一位名叫拉姆的心理医生 随后便将其带到了审讯室进行审问 在心理学家布鲁姆的刻意测试下 拉姆很快就自己露出了马脚 或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杰克只能先放他离开 威尔觉得杰克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因为拉姆出去后肯定会报复彼得 果不其然 彼得刚回到家就发现 自己养的马尺时正躺在血泊之中 彼得跪在地上内心很是无助 就在这时 刚被杰克释放的心理医生拉姆 拿着一柄沾满鲜血的锤子走了过来 他开始给彼得洗脑试图让彼得承认 是他杀害的那16名无辜少女 等威尔和汉尼巴赶到这里时 彼得正用针一下一下缝合着马肚子 看到眼前这一幕 两人都知道拉姆就在马肚子里 为了避免彼得的精神再次失控 威尔便带着彼得离开了现场 此时威尔有些疑惑 他不明白彼得为什么要杀死拉姆 然而彼得却告诉威尔他并没有杀人 只是想让拉姆也尝试一下窒息的感觉 与此同时 拉姆也从马肚子里爬了出来 但此时他还不知道汉尼巴就站在他的身后 随后拉姆捡起地上的锤子就要去找彼得算账 这时汉尼巴对他发出警告 你要是懂事的话就乖乖钻回去 不然你的下场可能会很惨 说着汉尼巴便将身后的威尔露了出来 看着威尔已经举枪瞄准了自己 拉姆被吓得赶紧跪地囚牢 试图将所有事情都栽赃给彼得 面对操控他人精神的拉姆 威尔明显动了杀星 就在威尔即将扣动扳机之际 汉尼巴一把将威尔拦下 在两人深情的对视中本集到此结束 我是以诺 我们下集再见